你能做任何事 成任何人 还有政大的 数位传播文化行动实验室 一起办的 那这也是政大的 这个大学社会责任计划 希望能够关系 目前元宇宙整个的发展趋势 对于传播产业 到底会有哪一些的机会跟挑战 所以我们为期这两天的 研讨会的内容 除了有四场 有关于元宇宙在阅听图像 或是在讯息策略 甚至在社会和结构法规 上面的一些探讨之外 那当然在我们5月7号 有特别邀请大法官蔡明成 来谈到整个数位时代 在智慧财产权 还有在创意 甚至在言论自由 这当中的一个平衡点 那当然我们在这两天 也特别邀请了台湾的 广播电视这些很主流的产业 来关心元宇宙 对于台湾未来产业发展 还有在阅听市场 可能产生的一些应变跟策略 为期两天的研讨会 邀请产观学界代表语谈 从产业与内容创新 到节目行销与平台建立的面向 进行学术与实物面的交流 我们这两天的研讨会 因为有邀集到广播电视 和网络产业的 这些从业的专业人员 那也有邀请到公布能的代表 还有关心这方面议题的 学者专家还有研究生 那我想大家都在关心的 就是科技产业和游戏业者 一直提出元宇宙这样的一个想象 那到底落实在真正我们一般人 常常使用的影音产业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式 那这当中在节目影音行销上面 甚至在网络上面的一些安全 所碰到的挑战会有哪一些 那甚至在整个的社区的 在地的一些数位美感的一些 影音的搜集上 可以有哪一些呈现 这就是我们这一次两天的论坛 想要关心的一些主题 被称为下一世代网络的元宇宙 正如同过去网络浪潮般席卷全球 除了跟上科技的脚步 传播产业也要做好准备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